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n,我是Mindy 然後今天我們要以一個貴婦 和日札風的造型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週年慶慾望清單 所以我們這次呢 我們會先依照不同品項 跟大家推薦的是我們用或覺得必買的 或者是一些熱門商品,大家可以考慮購買的 然後我們會先從不同品項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我們會跟大家介紹的是 化妝水以前的步驟 然後我兩個產品跟大家推薦,第一個呢 是Clean-in的潔膚水,然後這個產品呢 我們兩個都用在至少三瓶以上 就是因為每次都覺得你洗完臉好像很乾淨 可是說不知你在用Clean-in的潔膚水也擦 就擦出一些髒髒的東西,想說 What happened to my face? 沒有,我覺得這個步驟很像是你家門口 多請了一位打掃的人 就是你已經覺得家門口沒什麼髒東西 可是他就是可以發現一些東西 然後幫你來沾口清得很乾淨 所以你接下來進來你家裡的東西就會很容易的進來 他就不會被垃圾扳倒啦 或是不會被旁邊的灰塵嚇到啦 那反正這兩個嘛,這是我們兩個共同喜歡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Alivium的滲透 我就是明明給你一個大推 我這個真的這種東西一定要夠乳的 然後潔膚乳的話 我個人是就是我自己的皮膚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他非常的厲害 就是我那時候就覺得我皮膚什麼都擦不進去 所以就是我必須要有一項產品就是再清潔它 然後但這個很特別的是 他又有保濕的功能 所以我通常都是夏天用欠閉 冬天用Alivium 就像一整年不見對我的門口都有人幫我打掃 然後大家隨時都可以親我家 因為我這次會想要買一天我那天看他使用 就是他反正先上Alivium 再上後睡保養品 然後他上完底妝之後 他的臉還是超有光澤的 所以就害我非常想要把他立表 然後接下來化妝水的話 因為我們個人是小資女孩 我們都不會買專櫃的化妝水 所以這個品項我們就跳過 然後接下來直接跳到精華液的部分 那我現在要介紹的是前導精華 我到現在一天我想說前導精華是誰 前導精華呢 就是如果剛剛那位就是化妝水前的是 門口清掃人員的話 我很容易懂得前導精華 他就是你房門口的那位招呼員 他把後續把門給你招近 然後他們說哈囉你們可以進來囉 因為可能精華液 你沒有擦前導的話也是精華液 後是乳霜 他們會說門在哪門在哪 他們找不到 可能前導精華就有這個功能 那他們有一個最有名的有四瓶 那我先講前面兩瓶 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前面最有名的兩瓶 就是小黑瓶跟小中瓶 這兩瓶就是各居山頭 然後後面小紅瓶 潤造精華就是後期之秀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考慮 小黑瓶跟小中瓶到底要買誰 那他們兩個最大的差別是他們兩個質地的不同 那小黑瓶是比較清爽一點 那小中瓶是比較稠一點的 那我覺得這不一定是說 如果是你乾肌就要買亞適蘭代理 然後油肌就要買小黑瓶 就只是看你自己比較喜歡那種質地 你差點比較出來 或是我 或是如果你比較奢華一點 你可以夏天用小黑瓶 冬天用小中瓶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用的 然後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小紅瓶 小紅瓶是Shiseido這一瓶 這一瓶可能是比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但他現在其實也很紅 不是去年才推出的嗎 對 然後也是我們身邊的朋友跟我們推薦的 就是他們平常不愛保養的人 那用他之後都是為之經驗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怎麼愛保養的人 應該會更有感覺 那我個人已經有拿他試用品來用過 我是覺得他也是 他也是跟小黑瓶一樣比較清透的路線 然後我是覺得 我認真用過小中瓶跟小紅瓶這兩個之後 我會覺得他們真的有讓我覺得 是有達到那個你知道 招呼了後面的東西 真的有比較進來的感覺 所以皮膚有覺得變得比較好嗎 我覺得有用的 因為我最近常熬夜 那我有用跟沒有 我隔天早上有去兩個人 就是有一天起來是CINDERELLA 第二天起來有可能就是 CINDERELLA的媽媽 YEAH 我之前會想要買潤燥精華 其實我看了某位博客他說 他用潤燥精華 讓他原本的油肌變成 沒有到乾淨 變成一中性肌 我想說 這真的太值錢的產品嗎 最後是霍格華 這當然是可以製作我的油肌 以為就是他了嗎 如果知道這種magical 傳統霍格華這個產品 那你買得到 你為何不買 不是因為我已經買了小中瓶了 那我最近還要開始了 我也買了兩瓶小中瓶啊 所以你現在才買了一瓶小中瓶 你可以再買別的做 你不要誰可以摸 OK 不是因為你知道 如果他真的滑 你知道買那種超大瓶 說譬如120瓶 精華120瓶是很超大 我覺得要用超久才用得完 哇 你的臉沒有很小 不是 那我說我們兩個 這就是幫各 幫大家試用那種精華 就我覺得這買那麼 我以為他打到我們講話 就我們一次買那麼大的話 就是不能是別產品 OK 那因為我覺得這視頻 他們其實各有各的不同的訴求點 我覺得 我就是你可以去櫃上 各拿試用品 然後回來用 然後因為質地上來說 他們剛好就是 兩個小黑瓶跟小紅瓶是比較輕透 然後小中瓶跟潤到精華 是稍微比較稠一點 你也可以分季節這樣來搭配 就是你隨時看起來有什麼購入 等到精華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跟大家推薦一下精華 可是其實我們兩個 平常比較喜歡用一些 醫美的精華 因為CP是比較高 就是兩個KELS的精華 我們兩個都沒有用過 非常想要買 所以一個是一個 美白系列的精華液 就因為你知道之前 就丹尼表写的文章就寫說 因為我他就是用了 KELS的美白精華之後 你可以從風中起源 變成冰水漆 那我自己也太神奇了吧 那你這樣來勒勒一下 就反正我朋友 他也是之前出國 他就是海島國家 他全都曬黑 跟他臉用就完美 就沒有變黑 你想說 那功能好像真的蠻厲害 而且他不是就是很清透的 那種水的質地 因為我前面BD步驟也蠻多 到這一步 就來一個清透 就覺得 就是我手邊就說 C'mon 他就很瘦可以直接進來 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 KELS的藍色 藍色的那一瓶 那他主導功能就是 如果講到你每天 就像我們兩個一樣 就常常熬夜到兩三點啊 就你用了他之後 你隔天也很像就是 你隔天前天 晚上洗流水衣 我還看不出來你已經熬夜了 其實我真的很想買它 如果是 要不是我現在手邊的精華液 真的太多的話 我真的一定會買就是這一瓶 我也是 可是我們兩個就是你知道 過去一年來就是 參加太多特賣會 就導致我們買太多精華液 明年我們不要再參加太多特賣會 可是我們不能買精華液 我們就要等到週年天 要買一罐大罐的 藍色的那一罐 反正因為 國外用法真的超多 我要從這樣子 這樣搬回來 搬回我家 妳要搬回來 妳要在上面的iPhone 不要這樣按 碰 好最後呢就是 法國的品牌COLLE 我們推薦的是 他們家的美容油 然後這也是 就是開啟我們會 使用美容油的一個產品 就是它是 綠色的detox系列 因為剛開始我要用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害怕 因為畢竟我是油肌嘛 我想說 油肌可以使用嘛 然後說不知 就我用了第一次發現 它的吸收速度超快 而且用了 一段時間發現 它要讓我皮膚變超級 皮膚有點穩定 所以我們兩個就很愛這個產品 然後就導致我們 現在想要公布 它另外一個系列 是紅色品生的 然後是修護系列 就我覺得這個美容油 真的是 我覺得是讓我 真的是為之驚豔的一個產品 就我覺得我每天用它 我都是 每用一次我再驚豔一次 每用一次我再驚豔一次 Every single time 我就是擦到就覺得 哇 不是 而且我的重點是 它也很舒服 就是你這樣 冬天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自己在幫你做什麼 但是美容油就是 比較適合冬天用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沒有試過美容油 我覺得 而且因為其實專櫃也有很多 很好用美容油 沒錯 因為我們沒有試用過 但這一瓶它的價位又很合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想入手的話 你真的可以先從這一瓶開始 然後接下來我要推薦的是乳液的部分 那因為就是中年輕就是為了明年做準備嘛 就要買一整年的保養品 所以乳液的部分 我就幫你介紹一個 夏天的一個是冬天的 夏天的話就是 倩碧的水池場 冬天的話就是 QS的 這一瓶白色的 那水池場呢 就是它 永遠都存在我們家 然後我們從 我實際上我從 高中就開始用它 所以我剛開始保養的時候 我就用它 就很適合 就是給剛開始保養的朋友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 呃就是沒有負擔 然後就很清爽 然後又保實功能又很強 那冬天這一款 中年輕一定要買 因為QS不管什麼東西 它中年就出一個超大 所以你又可以 抱一個回家 然後這樣打開 然後這樣磨 反正很大 然後有點浮誇啦 就每個女生朋友家都有它 然後每個人都超愛跟我大推 但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點刺刺的 但他們說是因為它太保實 然後我又是乾肌的關係 就是有種你知道 被強風 突然吹到你又有種 呼 就是無法接受的感覺 就是它來的太快了 你壓突太快了 所以我後來 用了第二次第三次 我都覺得很不錯 然後它的確非常有保實的效果 而且我覺得它 它的質地雖然說是乳霜的 可是像如果你是乾肌的話 是你夏天也可以用 好水喔 因為它其實它塗開也不是真的那種很油的 就比它水水的那種 它不是水水的 可是它塗開也是好推的 但它質地還是乳霜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乾肌 或者是一年刺力都可以用 其實你是敏感肌要多注意 對 你就要先去試試看 好 所以我們就是終於介紹完的保養品 我們就要進入到防曬囉 然後防曬的我要推一個 是我今年真的最愛用的防曬 乳3的 那因為我很愛用它的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討厭任何 就是防曬有 就是有油膩感 或是有防曬的味道 可是3的這一罐就是 它就完全像乳液一樣 可是問題是它的SPF 就只有30 就比較適合冬天時 就是導致我夏天的時候 有點困柔 就反正我們去日本的時候也已經買了 所以中年期也沒有辦法再買 因為我們已經當補完貨了 但如果你沒有用過 拜託你去用 就如果真的你不喜歡 就是防曬有油膩感 就是選3就對了 冬天的話我就用3的防曬 然後夏天的話就用藍蔻的 然後這款它就是無油的成分 然後我用起來就覺得非常的舒服 完全不會對皮膚的負擔 然後因為我大概叫我之前 後來沒有分享 我那個特賣貨 我搶了一瓶半價的 所以我現在 但我現在那瓶也已經快用完了 蛤? 用完了 yup 但因為它延展性很好 所以其實它用量我覺得沒有很大 但因為我真的每天每天都用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沒有用過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看 就卸妝品 如果大家一直有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要推薦什麼 就是3的卸妝油 就是我們真的沒有在買其他專櫃的卸妝產品 我們都是買3的 因為我們就覺得它輕的非常的乾淨 然後味道非常的舒服 就是真的是一個CP整高的產品 但我覺得如果說你近期有要去日本打算的話 那你3請你在日本買 因為其實是真的有價差的 差蠻多 即使在中年輕還是有價差 但如果說你只是要買一瓶而已 或是你只是要買對於其中的產品 那我覺得應該是中年輕買 那就要進入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項目 就是粉底液 我非常推薦的就是亞斯蘭黛的Double Wear 那我也是去年中年輕買 就是喜愛到至今 可是我後來 因為它的主打的訴求就是 它可以 它非常的持妝 然後遮瑕度又很高 而且像譬如我現在長痘痘啊 可是我真的只要輕輕的上 就很薄上一層 就會把我所有痘痘都遮住 然後其他一些小的再用遮瑕膏就好了 然後因為我臉是超級容易出油嘛 可是它是我用過時尚最持妝的一個底妝 就反而你會出一點油的時候 那個妝感會更滋 因為它是比較霧面型的粉底液 那種光澤的粉底液 其實它們的持妝度真的不能跟亞森那 Double Wear B 所以我可以建議如果你是乾肌的 你可以買一瓶亞森 然後加在你平常用的粉底液裡面 就加一滴 就是你平常要用的時候 就會增加你粉底液的持妝度 我覺得大家如果買 Double Wear 要注意的是 很多人反應是他覺得 大家不會比較乾一點 就是我覺得其實 就算我是油肌也是 所以你在用 Double Wear之前 你的保濕一定要做好 你的妝才不會覺得粉感太重 所以要比較注意一點 那我就推薦我乾淨 今天我喜歡的光澤肌 是George Armani的粉底液 那這一瓶其實 說實話 現在是我手邊 我最喜歡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厲害之處是 它有那光澤感 可是如果你多疊幾層的話 它就會開始越來越有遮瑕力 因為通常有些很清透的 你就是再上那幾層 你都會覺得 它還是沒有那個遮瑕力 可是我覺得這一瓶那厲害是 它可以慢慢堆疊 可是它堆疊完之後 不會變得很像那種霧 太霧面的妝感 就是你可以自由掌控 那我這次其實還有考慮 也是George Armani 那這個是 它這個是清透的款 它有另外一款是比較主打 就是比較持妝款的 所以它持妝款 是比較偏霧面一點 可是我覺得相較實際 它沒有像 雅善那樣的霧面 我有個朋友 它也是油肌 他都跟我說 它就是大油肌 可是在我每次跟它出門的時候 它皮膚看起來都不是油肌 它都跟我說 是因為它都用這一瓶粉底液 所以我就覺得 對妳的粉底液 覺得很驚人 可是我覺得這一瓶讓我猜念點 是因為他們不能 他們說他們沒有適用 我不知道就是 你知道 沒有還是不給 就是你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如果我沒有適用 我就買 因為畢竟它 George Armani的粉底 也要兩千多塊 超貴 其實打過九折也要一千八一千九 其實是真的很貴 所以 我有一點在觀望 可是我覺得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也是粉底液 然後一次我們兩個就是 都這次很想購入 就是也是 Shiseiro的粉底液 然後因為就是它的功能 也是走一個持妝路線 可是為什麼 Mindy竟然也會很想要 就是因為它雖然很持妝 可是它的妝感 又不像雅詩蘭帶的粉感那麼重 它的就是遮瑕度又是夠的 就是讓我們兩個非常想要購買 我覺得我也應該會買 因為我有去拿試用包 我已經試過在臉上了 然後我用粉那個海綿上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 就是它的持妝度真的很好 而且它價錢相較其他 真的便宜很多 譬如說 Kindrager Armani E比真的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一個就是 也是持妝度有遮瑕 可是你又不想那麼粉感 然後它就可以試試看 是誰囉的這一瓶 然後最後一個我還有在考慮的就是 Gibanchi的粉底液 你考慮太多粉底液 因為他買三瓶嗎 就因為我覺得就是 好像很多人大家都會說 我的perfect的foundation的routine 就是我的肌膚 就是我本人最適合的系 就是我全部步驟是什麼 就是打造我現在可以持妝一整天 可是我覺得我一直都還沒有找到 我自己最適合自己的那個foundation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嘗試新的 那這個也是我朋友就是有在用 然後大推給我的 然後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個Gibanchi的狂 還有它的超多東西 那這個粉底液我實際上有用過 然後它是黑色這一瓶 那這一瓶它其實是 它擠出來其實是很水的 可是它這一瓶 我覺得是界也是 不是那種光澤 其實也不是要那麼霧面的 就是我覺得是乾肌會喜歡 重點是這一款 它也是控油款 所以就是也非常的持妝 但是它很讓我吸引 它擠出來的質地是非常清透的 就我真的很討厭就是 不清透的粉底液 所以清透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這一瓶 但它的價格跟Jajamani一樣 所以我絕對只能買一瓶 因為可能會大破綻了嗎 不過就是 就接下來有一個幼痴圖 yup 但是我就覺得這幾個 都是我有在考慮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這款Gibanchi 真的很少人知道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櫃上試試看 所以要跟大家推薦的 是一個隱藏版的商品 這也是紫身糖 就是紫身糖粉條 就是這個商品是不會放在夾上的 你一定要跟櫃眼說 欸我想要試那個紫身糖粉條 他直接拿出來給你看 那我個人是已經把一條用完了 那我最喜歡 就是我通常都夏天的時候是 因為它的上妝速度超快 大概一到兩分鐘就可以把你全臉上網 然後就雖然它的持妝度不是到 就是牙膳這麼厲害 可是我以油肌而言 就是它是不太會浮粉的一個產品 然後遮瑕度也夠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有點 修飾毛孔的左右 好所以我這次就有考慮呢 要買Bobbi Brown的粉條 所以我那天就去櫃上試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 就是因為洗色度的粉條是比較霧面感的 可是Bobbi Brown那天我把它就塗開之後 它整個就是光澤劑的感覺 嗯 所以我就很想要試試看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點是 那它這樣子會比較不持久 但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欸 好再來就是氣墊粉餅的部分啊 因為氣墊粉餅就是我冬天 往年就是我一定會用的 那我現在就是用過 iopets hera 然後還有用過 直春秀 還有用過 cleo 那我現在我要推的是 雪花秀 那因為我覺得雪花秀是我身邊所有人都是給贈品 沒有人跟我說雪花秀不好用 各種肌膚 而且甚至很多乾肌的人夏天也可以用雪花秀 這麼驚人 這台灣也可以 所以呢 我真的很推 那我個人用 那我覺得雪花秀它真的 真的是我覺得它比較適合你皮膚上 沒有那麼多瑕疵的人 嗯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很 蠻清透型的 那我個人用起來就是覺得就是很舒服 而且它有一個中藥味 可是不是那種難聞的中藥味 也是一個舒服的中藥味 就漢方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那個味道也讓我 覺得很加分 所以我覺得 你也可能就不一定會喜歡雪花秀 因為你知道我皮膚 就我皮膚真的很怪 就我之前還沒有找到一個 就是可以滿足我肌膚的氣墊式粉餅 就是如果我膚礦好的話 那用氣墊粉餅就是完美 我朋友也會稱讚我肌膚 肌膚液不好就是 所以我覺得氣墊粉餅 真的是跟你膚礦 比較適合就是 膚礦面那麼多問題的人 因為我覺得最喜歡的是HERA跟雪花秀 但是因為台灣中年慶次買的到雪花秀 所以我就跟大家推薦 兩個都是比較光澤款的 好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遮瑕膏的部分 那遮瑕膏的話 我眼下我很愛用的是 Bobbi Brown的 那你應該也覺得蠻好用的 就因為我們兩個最近 就是都黑眼圈超重 就直接用那一排 差不多要把這些黑眼圈遮住 它是稍微質地比較厚一點的 所以非常適合這種 重度黑眼圈的人 然後你就是輕輕這樣拍開 就可以遮住你的黑眼圈 那我接下來第二款 是比較清透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膏狀的 但這一款就是明顯比較水潤很多 所以我會把它拿來遮一些泛紅 或是痘疤的部分 然後因為它還可以調色的關係 所以就是非常適合遮痘疤 然後有一個小Pebble 是我通常都是 不管我用什麼其他遮瑕光之外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都會再用那個淺色 三色裡面的淺色 隨便自己調 然後就是再畫兩條 再就是你最上面兩條 最深的兩條 一畫 然後拍開 沒有了 整個就是 這邊就彈出來 因為還是有點太浮誇 可能會浮誇好嗎 不是不是 因為你有時候 你黑眼圈一生氣 這邊很凹 但如果你讓它這邊 稍微凸出來 就是讓它折出 就會突然間看年輕很多 所以這個小步驟真的 很重要 好 接下來我要推薦的就是 我一定會購買NARS的遮瑕 可是因為我之前呢 我是先買了Urban Decay的遮瑕 然後大家都把他們兩個媲美是差不多 就效果很類似的 然後我用Urban Decay 所以我就為之經 因為我這一年來 我就要買一條用完 而且它還買不到 所以我就覺得 我在中間欠要購入NARS的遮瑕膏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 拿來遮黑眼圈 也非常適合拿來遮豆花 就是一個兩用的一個產品 而且我覺得他們兩個packaging 都是這樣轉開 然後直接這樣點 真的很方便 好 接下來進入到蜜粉 那蜜粉的專櫃的話 我就一直愛用 然後因為它本身也非常的大 所以也很難把它用 我還是Laura Mercier的透明蜜粉 那其實這一款 我也是推薦過我很多朋友 然後也是每個人推薦 我都愛上它 它是沒有顏色的嗎 它有好幾款 我現在用這款是沒有顏色的 然後它這個厲害的是 我覺得非常適合光澤系的女生 因為很多蜜粉 是你上完光澤的粉底液之後 你再壓蜜粉上去之後 就變成霧面了 可是這一款完全不會 而且如果你要刷紙上 會非常的清透 如果你想要更定狀的話 你可以用粉撲上去 而且我每次都覺得 我用了它之後 會把我的妝感要提升一個等級 因為那種它買的時候 它就說 因為你知道我那天試完之後 我去吃飯 我經過鏡子 我看到我的臉在鏡子都發光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要給專櫃蜜粉一個機會 的話你一定要把這機會給Laura Mercier 再來腮紅的部分呢 有很多款 但我覺得如果你只能買一款的話 我真的建議你買NARS的腮紅 第一個是它非常的顯色 然後再來是它的那個完全不會飛粉 所以它壓得很緊 壓得非常緊 然後因為它不會壓得很緊的關係 所以它用量超級超級超級省 所以你會覺得你永遠都很難把它刷凹 那你個人是怎樣 那你有最推薦的顏色嗎 我個人有兩個顏色我很喜歡 我也只有這兩個 可是因為我當初之前做了很多研究 到底什麼顏色什麼顏色 然後就試了好幾次 你也知道我買東西很愛就是試幾百遍 分別是Angelina Angelina Angelica Angelica 我個人都是Angelica 就是它會幫它 就是好像變一種主題曲 Yeah Angelica Angelica是比較粉色的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要走一個比較自然路線 就是妹 那可以用的話呢 就是一個少女的微微透出來的話 就是deep throat 那deep 這兩個其實都是它們主打色 就是它其實它們顏色真的非常多 你一定要去跪上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如果你是要買日系的話呢 你可以買3或是RMK 那我個人是還沒有買過RMK 可是RMK我每次去試的時候都會 很想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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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FORMIA很好 那3的話我們兩個都是已經有好多顆 我們其實日本也有購入 所以就不用多說 我們真的很愛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的真的是就是那種 有一種 我真的覺得 因為歐美系像這個NARS 它裡面就是珠 它比較珠光比較明顯 嗯 可是它不是亮片是珠光 那3的珠光真的是 真的很細 真的很細 真的好細細的一個爆炸 就很 反正我覺得 而且它重點它非常輕 就是很有輕透感 就真的是 才是真正的日閘風 就是透明感腮紅 不管是深色淺的都是透明感腮紅 所以如果你喜歡透明感 你不喜歡那種很紅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看3 而且它也可以堆疊 你也可以堆疊到真的很over 就像那種日玉妹 就在那邊兩條很紅 就曬紅的臉 對對對 那樣子也可以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覺得 台灣女生比較少討論 但是我們也是一直很想勾入了 欠弊的小花腮紅 在國外也是被推到翻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 就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的商品 就是眼睛的搭地 就我原本我最愛的就是NARS的眼妝搭地 它厲害一點是 它不僅變超級顯色 然後第二的是它讓我眼皮完全不會出 因為我眼皮真的是個大油天 就是只要洗完臉大概過半個小時它就會變得很油 我這完全沒有誇張 我是半個小時 那我用NARS之後我就是眼妝完全可以維持一整天 然後我現在之前我已經用完一整條了 然後就說 所以我就想說 我這個週年輕 我想要試試看MAC 因為MAC的也超多人推 然後就是 就我有上網查一下 大家都覺得NARS的效果 就是抗油度有比MAC好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 MAC好像也是不錯的一個選 就是因為你用過NARS想試試看MAC 可是我這樣很掙扎 所以我想說我要買兩個都買 我覺得你可以 因為它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 所以我反正我覺得 如果你眼睛真的很容易出油 你真的拜託你 你一定要買NARS 然後如果我真的買了MAC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是專櫃的眼影 我們兩個要推薦的也是NARS 因為NARS的眼影也是超級霹靂無敵顯色 而且它的珠光 就我覺得它的珠光是比較像那種金屬感的珠光 就我們兩個比較沒有那麼喜歡日系感 因為日系的那個亮粉就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們喜歡的是珠光 不是亮粉的 所以如果你們也喜歡珠光 就可以試試看NARS 就是它顏色選擇非常的多 而且因為它就是雙色的嘛 所以其實你 就是一定要配好色 所以你不用自己在那邊想說 我要怎麼配怎麼配 然後接下來眼線的話 我其實是我們這次一定會購入的是 NARS女王眼線筆 然後這也是我們之前我們有的影片 就是Kimi一個朋友 就是她眼妝每次都很誇張的 但她的妝都是真的蠻 眼妝真的很持久 然後就大推NARS的眼線筆 她也是每一次中間都會購入 所以這次我們也是被她推一顆 我們也會購入 因為她就是她也是非常的持久 所以我很想要找一個眼線筆 是可以拿來畫下眼線 因為下眼線你就真的要找 它會待在那裡 因為很容易就是 它就會跑走或消失 所以我覺得好像NARS很適合 都可以試試看 所以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還手邊沒有一款 就是不勻的眼線筆 你真的可以去試試看NARS 所以我們這次也會勾 跟著我們步調一起走 吧 終於要進入到最後一個品 像就是口紅 我覺得我們兩個非常愛買的 然後想要推薦大家呢 就是Chanel的口紅 然後因為這個系列 有別人以往的系列 因為以往的系列 就是比較不持久 然後可是這個系列 是非常水潤 又顯色 又持久 J.K.蘿林底下的產品 對 而且我覺得她的這很多顏色 都非常的美 就我們兩個就是 速度 就是想要把所有顏色買回來 就是這個眼 這個真的非常適合 包色一個系列 然後唇膏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要推薦的是 YSL跟DIOR的 那如果你只能選一支唇膏 在世界上的話 我真的推薦你買YSL的 這支真的是滿分的唇膏 而且大家都超愛它 保濕度 檢色度 什麼度 都滿分滿分滿分 那DIOR這支 我覺得它保濕度也非常好 那我覺得 它會讓我覺得很好用 是它持色度 就是你可以維持一整天 就是很多 就我覺得另外 像他們兩個這款 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DIOR的持妝度 是勝過YSL這一款的 但是 那水潤度 水潤度還是我比較厲害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要試看DIOR這一支 就是它也很厲害 然後如果你還想再買的話 我真的推薦 你一定要買 我們這次也一定要買 GIVANCHI的 黑色包裝的 它就是非常 它就是其實非常護唇膏的質地 可是有顏色 它好多人說它好 就每次看網上試照 看完之後 就會覺得這次週年慶 一定要入手至少一個顏色 所以真的很配 真的 我現在無法抉擇 我現在我覺得我可能會買兩色 因為我發現我們兩個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愛一些 就是譬如說霧面啊 或是那種比較實的顏色 我們就比較喜歡那種水潤感的唇膏 所以它完全是正中紅色 它超水潤 而且我原本這次週年慶 我原本已經 從去年就開始想要買 Georgia Money的那個精油唇膏 它那個質地也是非常激 它就是添加精油 滑得跟怎麼樣 我跟你講我已經盼它盼了一年了 我已經想好決定 我這陣子我要衝囉 結果我下來 下來 Georgia Money去完 就是去Georgia 我立刻想說 姐不買Georgia Money了 我要買Georgia 我要買它 它真的很豐富 而且我很想要買它16號 就是黑色那一款 因為它不僅可以單擦之外 就根據你的溫度什麼 或是跟你的唇 會有變化之外 就是你所有的其他顏色 你都可以再疊擦它 就會有另外一種效果 有些顏色擦起來會更美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要買黑色那一個啊 我真的很想要 就是這一個是我今年唇膏 我一定會買的 我一定一定會買 你有沒有用胸口的方式 會跟大家說嗎 我要買 就如果去貴哥哥 貴姐跟我說什麼 我就會說 接下來呢我們這個影片 因為已經非常長了 但我知道大家應該也會想要知道 我們到底真正買了什麼 那我們會之後在Favorites裡面 有一個短短的小分享 跟大家揭露 我們到底買了些什麼 所以大家就要記得收看 我們Favorites影片 才知道我們買了什麼東西 掰掰 掰掰 沒錯 我們是一對很愛吵架 卻每天都溺在一起的姐妹 我是Mindy 我是一個很極端也很戲劇化的人 今天